等不及了,韩国人GIP Sticking Monster Lab 年年怪物研究所 鲜艳的怪物们,无奈又鼓吹的小表情,让粉丝们通通爱上 既过去棒球主题在台湾登场后,这次将于2021年1月再次回归台湾展览 可爱特展绝对不能错过,2020年,辛苦了 不管过去如何,在其将到来的2021年,我们一起努力 韩国知名设计团队年年怪物研究所终于再度来台湾了 这次要号召所有台湾子民一起变身成年年怪物 登陆2021新世界,以展览结合商品快闪电,增加互动体验 更好玩,更好拍,更好买贴的,年年怪物研究所登陆计划 特展明年1月在松山文创园区开放登陆 运售优惠将于11月30日中午12点开跑 其中各大亮点就先一起来了解,邀请大家登陆,一起变身怪物 每次开张都被一扫而空的SML快闪电 这次也将与展览同步开幕 且免费入场,超过100样期间限定商品 从可爱装饰到实用配备应有尽有 当然限量周边及展览限定公仔不可少 闭着眼睛正在登陆虚拟世界的年年怪物公仔 逆上超可爱年年怪物的玻璃杯等 蒙到理智现当场段 不带一只疗愈小伙伴回家就全身不对劲啊 一直受到广大粉丝喜爱的年年怪物研究所相隔4年 终于再度在台开展 也是少数这段期间还能持续举办的国外IP展览 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温满疗愈的力量 年年怪物研究所登陆计划特展将于2021年1月8日 在松山文创园区正式开放登陆 预售优惠230元 原价280元 于11月30日中午12点开放售票 还有早鸟赠品套票280元 买票加赠SML环保贷价值390元 图片来源 联合数位文创提供 活动期间2021年1月8日到2021年4月4日 每日10点到18点 第一 活动地点 松山文创园区1号仓库 台北市信义区烟厂路88号 本司专业 活动官网 年年怪物就是讨人喜爱 不完美的怪物们就像每个人也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更加让人倍感亲切与疗愈 明年一定要笔记好时间 终一波展览 延伸阅读 来源 联合数位文创 写字幕之中 写字幕之中 并有了 写字幕之中 写字幕之中